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認真的一個老師 他從開始備課到準備 其實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老師 炫和帽嗎 嗯 好啊 那你來幫我做這一份 那首先你要跟他等一樣的距離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把它放進來 要這個在這個中間 然後他會大量的去就是 看非常多的書籍 跟上網查非常多的資料 然後呢 他自己會在家裡試作非常多次 一開始就是我很年輕的時候就出國念書 你要吃什麼東西都要自己做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自己讀的 也是跟餐飲管理有關 所以在異國料理上並不是很會不熟悉 回到了台灣 嫁了人 那我就是那個要長廚的人 我會花很多時間來看食譜 因為那是我的興趣 而且我真的希望能把這些所學呢 給我的家人吃 歡迎大家來二號公寓 這是我們今天的食譜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地瓜的比斯基 推廣蔬食一開始呢 就是我到全台走透透去教別人料理 但是後來我發現大家學生都吃得很開心 但是回家還是不會做 所以我後來就出了第一本書 叫媽媽的首陸菜 希望說我人沒有辦法到 至少大家可能看這本食譜 他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後來我還是覺得說還是很難 讓大家鼓起勇氣 然後進廚房 所以我就開始在我家的樓下 剛好有一個空間 我就做了二號公寓的料理教室 對你可以把油把它搓開來 要用搓的 搓的 不是捏的 像這樣子 這樣子搓它 像搓那個 那個龜齊那種 是不是 我收的學生非常的少 可能就三個四個五個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希望大家來學習的時候 有問題他就可以問 有點像手把手的教學 這樣子的方式呢 他們比較不會覺得 做飯是很麻煩的 對 沒錯沒錯 這樣可以啊 然後我就來放在這裡 好穿 Terry老師他做的料理 就是真的很好吃 很有味道 然後不會讓你說你在吃 就是純素的一個料理 而且它操作起來都是簡單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回家 然後就是複製出來 一開始拿到那個講義的時候 就覺得 哇 就很驚豔 就是用豆漿代替牛奶 或是沒有蛋 做出的那個蛋糕 我們就非常的佩服了 然後今天我們是 剛剛我們自己做的那個 比斯吉 然後呢還配上 這個 檸檬妖果 這個奶醬 但是它是全素的喔 它是全植物飲食 全植物的 你們當我可以試試看 來 來 全植物飲食呢 它就是不吃 含有動物性的產品 譬如說 牛奶啊 牛奶就是從牛媽媽來的嘛 那雞蛋呢 就是從五雞來的啊 蜂蜜呢 因為它是從蜜蜂來的 你選擇不吃它們之後 你開始要想一下 那 那它的替代品是什麼 那你 反而會覺得 哇 很有趣啊 很多的食材其實都可以 拿來替代蛋奶 然後他們有各自的風味 開始做這個推廣 我算為它開心啦 因為原本 就知道媽媽很喜歡做菜 然後 現在它可以 找到一個方法 把它的興趣變成 它的一個專業 或者是它要推廣的東西 改變台灣的風氣的話 我覺得這樣很偉大 你跟妹妹 幫我做這個餅乾 你負責放蕃茄 哥哥負責放creme cheese 然後我來做這個 我覺得我們家蠻難得是 就是從小都一直是吃家裡 到高中以前吧 我都是吃媽媽帶的便當 乾杯 我在家裡做菜 還是在外面推廣蔬食 表面上好像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是做菜這麼簡單喔 但我最想做的是 拉近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 只是呢 透過做菜呢 這件很古老的方式 來傳遞我想要表達的愛 我覺得料理 食物呢 是一個最容易打動人心 也是最方便的方式 可惡 一點人 好